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巴雅居 头一次这样近距离地与魔族打交道 也不知道他们都有着什么样的能力 杨开不敢有丝毫的掉逸轻心 穿梭在山腹魔窟之中 杨开很快又发现了一个让他头疼的现象 那便是此地居然有不少被魔化的蛮族 这些蛮族显然都是那四部被灭掉的部落的族人 情报上说那四部全军覆没无一幸存 如今看来却并非这样 只是其中一部分蛮族被魔化成了魔人而已 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被魔化的魔人与正统的魔民地位差距很大 任何一个魔民都能对他们喝来挥去 而被魔化的蛮族们也没有丝毫怨言 反而在面对魔民的时候 极为的拘谨忌惮 俯首听令 他们就像是奴隶般的存在 不但有普通的族人被魔化 杨开甚至看到了几个巫的踪影 实力最强的那个明显是个巫师 可是如今 这位在蛮族之中都高贵无比的巫师 却被一个哀笑的魔民当成下人使唤 任由打骂呵斥没有半点怨言 微微摇头 杨开继续往内深入 走不多时 忽然一阵寿虎般的声响传出 那吼叫声中夹杂着难以言喻的利器 杨开眉头一皱顺着声音朝那边行去 不多时来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溶洞之中 黑暗之中 一双双星红的眸子忽然亮了起来 似是察觉到了什么 纷纷朝杨开这边瞩目过来 杨开神似一宁 联盟施展了一个虚无秘术 将几身放逐到了虚空之中 那一双双赤红的眸子盯了一会儿 这才徐徐收回 杨开看得清楚 这一双双赤红的眸子的主人 分明是一只只浑身磨气缠绕的巨兽 魔族也有妖兽 那不就是魔兽了 只是不知道这些魔兽与妖兽有什么区别 又细细地观察了一阵这些魔兽 杨开神念放开 确定四周无人之后 这才忽然出现在一只魔兽身边 一把将它抓住 神念涌动 将它彻底笼罩 收进了小玄界 这一番动作 明显将其他的魔兽都惊动了 刹时间 溶洞内上百只魔兽急急起身 售后之声不断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游远激进地传来 明显是有魔民 察觉到这边的异常 欲来欲窥竟 杨开却身形疑惑 等那魔民赶来之时 杨开早已不见了踪影 此时此刻 杨开却略有一些尴尬 刚才一个瞬移 让他不小心来到了一个 很不寻常的地方 此地空旷无比 四周起始点缀 让这个石窟显得朦胧阴晕 而在前方的一个房间里 竟是传来了阵阵让人面红心跳的 悄喘之声 那声音弯转低音 极为悦耳 传入耳中时 仿佛一只无形的小手 撩拨着心弦 让人心仰难耐 杨开面色古怪地 躲在黑暗阴影之中 用脚趾偷猜 也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悄悄的神念一扫 果然跟自己猜的一样 那石窟之中 一张石床上 一个精壮魁梧的蛮族壮汉 浑身赤条条地躺在那 一个身段婀娜多姿 凹凸有质的女子 正坐在那蛮族身上 娇若白皙的身躯 起伏不断 头颅微扬 浑身香汗淋淋 口中喘息不止 大片大片的雪白 晃得扬开一阵 头晕眼花 口干舌燥 而那躺在石床上 一动不动的蛮族屋 明显也露出了 极为愉悦的神情 色瘦浑云 那强壮的体魄 与女子的娇弱 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强烈的视觉冲突 足以让任何男人 都把持不住 倦人 杨开心中咒骂了一声 小心翼翼地 收回了神念 尽管没有仔细查探 但她也感觉出 这个女子的极为不好者 她应该有相当于乌王的实力 而且是个上品乌王 这绝对是她在这魔窟中 遇到的最强者 或许就是这个地方的领袖 女子身为魔族的特征显而易见 不提那郊区内若有若无的魔器 但是后面的一只短尾 就彰显着她异族的身份 也幸亏这个女子 正沉浸在雨水之欢中 否则自己刚才的动作 绝对能将她惊动 一个堪比上品乌王的存在 杨开倒也不是太惧怕 但此番前来只是刺探情报 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静静折服 杨开准备寻找时机离去 时床之上 那女子的动作越来越猛烈 秀发飞扬 发丝凌乱 口中的娇串也越来越高亢 眼看着女子即将到达一个临界点 杨开准备离去之时 一边突起 一道黑暗骤然在她背后出现 一柄匕首 驯如疾风地朝她静伯处抹来 这匕首通体漆黑 没有丝毫反光 诡秘无踪 而且这黑影行动之前 没有半点征兆 身处敌方巢穴中的杨开 也没有时刻释放神念警惕 一时不察 居然被她得手了 直到静伯处 感觉到一丝寒意笼罩 杨开才助人警觉 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催动污里低等 吃的一声火光四尽 锐利的匕首撩过杨开的脖子 带出一串细密的血珠 一击得手 背后偷袭之人却有些懵然 因为她能感觉到对方虽然受伤了 却只是皮外伤而已 换句话说自己出其不意的一击竟没能取得应有的成果 就在她一愣神的功夫 盈黑已转过身 一拳朝她轰了出去 闷哼声响起 黑雾之中一个三尺来高的身影突兀的出现 眼珠子高高鼓起 胸膛几乎塌陷 整个人撞在石壁上 心血狂喷 落地之后 这个身材矮小的魔族 明显露出了一丝忌惮的神色 眼看着杨开又挥拳而来 她脸色顿时大变 身形一晃 竟化作一股黑烟 让杨开一拳打了个空 杨开微微皱眉 前几日 虽然与那些沙摩交锋 但这种身材矮小的魔族 还是第一次碰到 如此棘手的能力 让她根本没有时间 找到破解的方法 黑雾急速后撤 与此同时 一阵尖锐至极的叫声 从背后响起 仿佛杜鹃提血 而那声音传入耳中的同时 杨开居然神魂一荡 颇有些心神不宁的感觉 眼前竟也出现了一阵 鬼魔乱舞的幻象 神魂攻击 杨开使劲晃了向脑袋 谨守心神 催动神魂之力 将那尖叫的影响消除 痴痴之声 从背后传来 风雷之音大作 杨开猛的一抬手 挡在自己侧面 啪的一声轻响 一根不知有什么材料 制作而成的软鞭 被他挡了下来 不过这还没完 那突然袭来的软鞭 虽然被挡下 但却神奇地 以他手掌为中心 转了半圈 鞭头笔直地 朝他面门袭去 电光火时间 那鞭头居然张开了大嘴 大嘴上獠牙密布 闪烁着碧绿的光芒 丝丝作响地朝阳开咬来 这哪里是什么软鞭 分明就是一条毒蛇 杨开猛地伸出另外一只手 精准无比地捏住了舌头 一用力便将舌头捏爆 背后传来一声轻疑 似是没想到杨开的反应 居然如此之快 连这样的杀招 都能轻易地化解 下一刻 一股相风 便飞扑到杨开身边 化作一道白光 漫天的张影朝他笼罩 杨开深吸夜口气 晕停越至 双手也化作一片虚影 啪啪啪 急促而密集的声响传出 带到那白光反射撤回时 两人一对了上白掌 激荡的力量 震得四周沙石滚落 这个石窟 仿佛随时都可能坍塌 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 自那隐藏在黑暗中的矮小魔族出手偷袭 到此刻杨开与白颖对拼 也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直到这时 杨开才徐徐转身 嘴角归扬 击翘地朝前方打量过去 距离他不足五丈远的地方 一个女子静静地站在那里 身形娇弱 我见游灵 却偏偏身材抱好 浑身的肌肤更是白皙的 更是七双赛雪 吹弹可破 这女魔赫然就是 刚才杨开偷偷观察到的家伙 与那黑影一番交手 就在他附近不远处 他自然有所察觉 此时此刻 他浑身上下不着片褛 在这女魔的身边 一团黑影浮沉不定 一股虚弱的气息从中传出 显然是之前偷袭杨开 不成反被杨开打伤的 那个魔族 是你 女魔瞧了杨开一眼 明显眼前一亮 歪着头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 你居然能找到这里来 倒是真的了不起呀 杨开咧嘴笑道 我们认识 女魔抿嘴娇笑 现在不就认识了 杨开点点头道 怎么称呼 女魔咯咯笑着 眼中带着一丝戏谑道 魔王 沙雅 魔王 杨开眉头一扬 你是魔王的话 那魔王之上 是不是就是魔圣了 沙雅笑盈盈地 瞧着杨开 淡淡道 小弟弟 你这是 想从我这里 套取情报吗 这个手段 可不算高明 杨开怂怂肩膀 第一次跟你们打交道 随便聊聊 你不想说的话 也可以不说 你倒是 挺有意思的 沙雅目光 上下审视了杨开一下 戴霉微重 略有些惋惜道 就是体格弱了点 杨开吱声道 哼 体格小可不代表弱 你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了 迎枪落头的事情 难道没碰到过吗 沙雅文言 赞同地点点头 你说的也是 不错 魔王之上 便是魔圣 你们这边 不也有胜者吗 前些日子 他们还打了一架 可别说 你不知道啊 自然知道 好像是两败俱伤 可惜没有亲眼得见 沙雅表情古怪地望着他 你还想亲眼看看 小心把面看没了 杨开大笑道 我所有的东西都很硬 尤其是命 沙雅 柔友深夜地说道 那我可要好好见识一下了 有机会的 杨开轻轻点头 画风一转道 你上面是魔圣的话 那你下面是什么 我下面是什么 你自己看不到吗 沙雅脸上忽然浮现出了一丝 娇羞的烟红 杨开孤冬吞了口口水 目光斜下撇去 看到了 看到了 那一直站在沙雅身边的矮小魔族 忽然闷哼一声 以极快的速度逃离此地 沙雅施展出魅术 她根本不敢再在这里停留 否则立马就要成为她的俘虏 化为行尸走肉 不用理她 她只是个没用的小东西而已 沙雅轻轻地笑着 我有些难受 你能帮我一下吗 好 杨开双目迷离 口上硬着的同时便朝前走去 沙雅张开双脾朝杨开抱去 娇羞再怀疑 本应失去自主思维的杨开的眼中 忽然金光一闪 一把揪住了沙雅的头发 狠狠一拽 就将她的身子拽地往后弯曲起来 好痛 沙雅叫呼 眼中闪过一丝一丝 皱眉道 你干什么 杨开露出凝笑 你说我要干什么 沙雅危证 大惊他 你 怎么可能 对上对方那满是讥笑的眼神 沙雅顿时明白 对方压根就没有被他魅惑 这怎么可能啊 他是魔族的百族之中鼎鼎大名的魅魔一族 更是魅魔族中的魔王 对方的气息明显要比他低好几个层次 这样的对手他随随便便就可以魅惑住 可事实上自己悄无声息施展出来的魅术居然没能起到任何作用 先前的迷离只是伪装 瞧他此刻眼中的讥讽和冷意 哪有被魅惑的痕迹啊 杨开大笑道 哈哈哈哈 区区魅术也敢在本屋面前搬门弄火 真是不知所谓 话落之时 他一掌朝沙雅胸口处轰了过去 沙雅从未遇到过这种事 魅术失败 一时间竟没能回神 直到杨开出手之时 他才花容色变的一阵尖叫 叫声传出的同时 仿佛有一柄无形的雷刃 刺进杨开的头颅 让他脑袋微微一沉 但那拳头却是狠狠地砸在了沙雅的胸口上 哼的一声污力爆发 沙雅的胸口一下子爆裂开来 化作一团血水 借助这冲击的力量 同时趁着杨开神魂被影响的瞬间 沙雅一甩头 以头绣发齐根而断 整个人犹如泥鳅一般 从杨开身边滑了出去 重新站稳身形之后 沙雅脸色铁青地低头瞧了一眼 自己的胸口顿时浑身发抖 我要杀了你 沙雅四声尖叫壮弱疯狂 他是魅魔一族 焦好的身材是他的本钱之一 如今被杨开搞得人不人鬼不鬼 他简直难以接受 虽说这样的伤势并非没法恢复 但恢复起来也需要付出一些代价才行 一时不差 居然在一个弱他几个层次的蛮族身上吃了大亏 一直展示 词 节按 Sapphire hij муж 婉 确 响 世 剑